第四经历患难的人越来越多 怎么服侍一些患难的艺人呢 这个不好说 因为患难的类型很多 要想作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 最起码你自己也得经历过患难 不能说身经百炼 但是你自己经过患难的人 其实有时候不需要太多废话 你就可以给那些患难 经过患难的人安慰 也不需要去甩经文 最讨厌的就是那种甩经文 背标准答案 我刚开始做传道的时候 就这样之前跟大家讲了 刚刚信主悔改的时候 那书在家里面连续读经 读了很多遍 新旧约甚至重要的经文都背下来 记得那个小本子 记了好多很厚 然后背张嘴就来经文 不讲人话都是经文 串著就这样活圣经 几张记节什么什么什么 答案都对 但是没有温度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怜悯同情 然后根据智慧去适当的去 该鼓励的鼓励 该提醒的提醒 所以帮助别人也需要成熟 当然在成熟之前碰几次弊 也是需要的 才能反省 哎呀怎么搞的 后来发现自己可能 很多地方还是不成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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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